在中国与印度之间 喜马拉雅山南侧的山脚下 有一个神秘的国度 据说这里是上天遗落在城市间的最后桃源 这里是登山爱好者的天堂 这里就是尼泊尔 我是清清 是个热爱旅行的姑娘 也是一个珠宝商人 今年是我在尼泊尔生活的第五个年头 很多年前 因为对旅行和守孤艺的热爱 我独自不愿意买到这里 在佛教圣地寻找我在中外的守孤艺 在这五年时间里 我做过一工去过孤儿院 直到今天 我的归来珠宝也有了国内国外上架的四家门店 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最中外的独门绝技 尼泊尔的手工拉斯镶嵌 它的公寓精巧复杂 是尼泊尔的独门绝技 恰似公寓是它的重点 将各种银细拌成各种形状 然后贴在银器上 从最初的银块经过反复的敲打 银细拌成一部分的银细 加上用心的设计 拼送出来的画纹 每一个都给一五二 好的工人不好找 银浆的水瓶也参加不齐 我几乎每天都泡在工厂 看工人干货 从最早的银块 压成银片 银条 然后做各种的培建 最后 按照师傅的要求 拼接成各种画纹 高兴的时候 工人师傅还会别出心裁的 做一些以前没有的款式 来炫养自己高超的手艺 很多时候 说工艺比起文资 都能够让人有共鸣 我希望当你看到我的东西 进而去了解我背后的故事 感悟那份时光旅行 传递过来的温度 我想 这正是归来珠宝意义的存在 不只是一件首饰 一件饰品 更是有温度的痕迹 当下的环境 机器的工业化 逐步取代了手工 降低了成本 增加了产量 很多手工艺人难以互扣 不得不改行 改去卖劳力来赚钱 所以好的手工艺越来越少 而我也想尽我自己最大的所能 去宣传这一项记忆 希望每个人 都能找到一件 属于自己喜欢的东西